在2018年,阿蠶運為港隊贏得女子SU5級單打單純幻賽銅牌的林子萱 11日在社交平台公布,將會代表澳洲出賽 在文中分享,2019年爭取東京殘路資格時受傷,膝頭印帶斷裂 康復之後靈活性都大不如前,殘疾運動員的訓練和健全運動員一樣 每星期30小時的嚴格訓練,偏偏在她最需要幫助時代表隊資格被取消 林子萱在8歲時喜歡羽毛球,但之後患上骨癌,接受化療和手術 將左手肩膀和上臂都換上金屬骨,而她最近和男藝人葉振雲合作 她亦有在社交網站分享拍攝花絮